11号中午东京巨蛋举行经典赛B组 澳洲对决中国 打线扫出12支安打 包含两分炮狙击 提前口斗比赛 七局澳洲打完是12比2 让中国苦吞三连败 第一局澳洲满蕾两出局靠着Wingrove 左外野二蕾安打一口气打回三分 来到三局下 George敲中外野安打打回第四分 Whitefield打回第五分 中国四局上发动反攻 一出局后攻占二三垒 澳洲投手Wikings爆头 中国队先跑回第一分 接着罗景俊再敲安打回第二分 把比数追到5比2 四局下澳洲一口气灌进5分 拉开差距 先是肯尼利敲安上磊 接着格兰迪尼轰出两分炮 George被保送 Whitefield Wingrove跟Wade接连敲安 再加上澳洲六七两局各得1分 让比数来到12比2 根据今年赛规定 预赛若是5局领先15分 或是7局结束领先10分 比赛就要提前结束 澳洲七局领先刚好10分 让中国提前被口斗 吞下第三败 也成了球组赛第一支出局的球队 TVBS新闻台北综合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